大家好,我是唐元,今天要给大家讲两个消失在锅里的事件 他叫土田石宽,本名土田正道,43岁,是多家酒吧的老板 其中,在东京都的八王子市和朋友经营着一家牛郎俱乐部 牛郎俱乐部是专门陪女客人喝酒的地方 因为土田在这一带的夜店很有名,店铺又在东京都的西部 所以大家都叫他西东京夜店王子 2010年11月25日下午1点左右 土田在八王子市三崎丁的一处停车场停完车后 走向了俱乐部,之后便没有了消息 妻子很担心,联系了他身边的朋友,但朋友都说没见过他 妻子想,丈夫是不是出事了 因为早上,丈夫和店里的人通完电话,接着就出了门 出门前跟妻子说,我要去见一下店里的人,跟他们有一些金钱矛盾 如果一天都没联系到我就去找律师或警察 于是,妻子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对土田的交友关系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 发现俱乐部的店长兄弟荣一郎,店员阿布卓也和土田有着金钱矛盾 玄弟荣一郎31岁,住在八王子市的大河田町 是俱乐部的合伙人,也是俱乐部的店长 阿布卓也26岁,住在八王子市的瘸木町 是俱乐部的店员,也兼任土田的司机 那么土田的失踪会不会和他们有关系呢? 经过审讯,梁阳只承认了他们和土田吵过架 摔坏了对方的手机而已 手机被他们扔到了山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依据两人的供述,警方在会员村的山里找到了土田的手机 但因为找不到土田,也没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警方只能起诉他们毁坏他人财物 2012年9月,梁阳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但法官明确表示,在这起事件当中 不排除他们还有其他罪行的可能 梁阳说的话不一定属实 2013年4月,事件的两年半后 警方接到举报,说阿布卓也可能把土田带到了他父亲的家 所以警方派了80名左右的搜查员 对卓也父亲的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阿布的父亲叫阿布秀树,住在八王子市北部的三景台 不仅是房子的表面,搜查员还请了专门的工作人员 对房子的厕所,浴缸等地方进行了搜查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发现了一颗人工牙根,还有一些连蛊 而且房子的用水量在土田失踪的那段时间 使用量是平时的三倍 另外,玄地的妹妹和她的前妻曾经去购买过大量的烧减 所以警方怀疑,他们很有可能是通过预示的排水管道处理了 烧减,又称氢氧化钠,是一种常见的公用化学用品 用来做工业废水的中和剂 它有腐蚀作用,人体碰到会非常危险 家庭庄主要用来通厨房浴室的排水管 另外,警方发现的东西都被严重腐蚀了 无法鉴定DNA,所以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土田的 怎么办呢?也许这是唯一能够查出真相的线索了 警方没有放弃,确定了人工尺根的厂商 并和厂商取得了联系 厂商告诉他们,全国一共有600人植入了这个型号的尺根 警方一个一个追踪对比,确认了599只尺根的所在地 最后的这一根就是土田的 经过调查,2013年9月,除了玄地和阿布之外 警方还逮捕了与事件相关的其他6个人 阿布的前妻,阿布犊子,31岁 阿布佐野的父亲,阿布秀树,59岁 玄地荣一郎的前妻,玄地沙西,28岁 他的妹妹,玄地荣美,28岁 他让前妻和妹妹去购买了大量的化学用剂 玄地的朋友,平正系,30岁 俱乐部店员青野俊泰郎,34岁 在阿布父亲家找到的人工尺根 只能证明他们参与了事后处理的工作 处理的公诉时效是3年 而事发于2010年11月 如果警方再晚两个月 也许就错过了逮捕他们的时机 审讯时,这8人一开始都口径一致 都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但被问到一些细节时,却又都露出了马脚 其实,土田虽然是俱乐部的老板 但他平时什么都不管 就知道来拿钱 玄地荣一郎是店长 也是俱乐部的合伙人 平时店里的大小事都要他来负责 忙的时候要做店员的工作 而土田不仅什么都不干 对店员还特别的凶 如果店员们达不到业绩 就会被他一顿臭骂 很多店员因为受不了他的坏脾气 都选择了辞职 阿布也是店里的店员 有时还要给土田开车 土田对阿布的态度也特别不好 稍出差错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骂 在他脸上鞋子 让他跳性感的舞蹈等等 出去吃饭时夜市 他自己是老板 却经常让员工付钱 一次,他让阿布请他吃拉面 可阿布钱包没钱 他立刻就发起了货 另外,土田觉得阿布业绩不够 让阿布天天上班 拉不到客人还有罚款 还让他支付一些虚无的费用 比如店里的装修费等等 所以阿布非常讨厌他 因为这些 玄弟和阿布达成了共识 开始计划让土田消失 2010年11月25日 他们把土田约到了店里 事后 工具被他们埋到了多摩湖附近的地里 土田被阿布和当时的妻子 带到了父亲家 他走进厨房 点起了货 他对妻子说 你带父亲去喝酒吧 别让他看到这些 所以,妻子就带公公喝酒去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 昨夜还没处理完 但父亲已经回到了家 父亲走到了厨房 锅里噗哧噗哧地沸腾着 还散发出奇怪的味道 父亲看了看锅里 瞬间吓傻了 他心想 这,这是犯罪呀 可,我要是报警的话 儿子就要被抓走了 但,正在父亲犹豫不决的时候 儿子说 爸,你别管我 让我把这事做完 拜托了 父亲答应了他 毕竟,他怎么也是自己的儿子呀 可是过了很长时间 父亲看还没处理完 心里也有点着急了 开始给儿子打起了下手 之后 阿波又叫来了一个店员 清野俊太郎来帮忙 完事后 父亲洗了锅 又跟公司请了一周的假来做后续处理 他们把溶解物倒进了浴缸的排水道里 还有河里 被捕后 也许是心理压力过大 玄地荣一郎还没等到公省 就在拘留所结束了自己 阿布卓也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平正喜 帮玄地阿布他们弄到了工具 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其他参与人员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群马县的南木村 这个村落现在已经很少人居住了 当时正处于战争中后期 物资匮乏 粮食缺少 一位母亲为了让孩子填饱肚子 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事 1945年11月的一天 几名警察在一户人家的周边不断地挖着地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事的 因为这户人家17岁的女儿小虎已经失踪很久了 母亲叫林姆龙32岁 小学毕业后在村里从事主残检的工作 十年前22岁结过一次婚 还有一个女儿叫马子 但因为和丈夫合不来 两年后就离婚了 现在的丈夫叫天野金昭吉 天野和离世的妻子有四个小孩 小泰、小虎、满袋、满熊 结婚后 林姆和天野又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他们就有七个孩子要养 因为家里穷 林姆把小泰、满袋、满熊 三个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送去给别人家当了伙计 留下小虎是因为小虎患过脑膜炎 所以智力上有些障碍 和人交流有些困难 还会偷别人家的东西 因此家人没让她去学校 不上学 小虎整天没事干 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门口 他们一家六口人 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生活 而这间小屋 也是村里人帮他们盖的 那个年代大家都很困难 每米的日子就靠吃红薯度日 天野家没有土地 都是靠给别人家帮忙来获取收入 而天野又偏偏很烂 家里不断粮都不肯出去工作 其实天野家不是一开始就很穷的 据村里的人说 他们家以前可是有钱人家 住着很大的房子 不过后来好像是被人骗 全部家产都没了 那之后 天野被开始自暴自弃起来 1945年10月31日这天 警方在村里做人口不差 但却没有看见小虎的身影 怎么没看见小虎呀 他8月份时去给人家看孩子 遇到空难不再了 警方觉得很奇怪 便对周边的居民做了访问 我已经半年没看见小虎了 我没看到他们家有举办葬礼什么的 于是警方再次找林木询问 林木又改口说是生病去世了 因为没有钱所以才没办的葬礼 口径前后不一 林木肯定撒了谎 警方传唤了林木夫妇 对他们进行了问话 林木终于承认了 1944年年末开始 丈夫天野就不怎么工作了 村里分给的粮食 也一下子就吃完了 没了粮食就去找邻居家借 借来的粮食也会马上被吃完 1945年3月26日这天 家里已经没有了可吃的东西 就连昨晚做的味噌汤 也被丈夫一个人给喝完了 四个孩子饿得不行 一直缠着母亲要吃饭 林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邻居家能借的都借了 早上八点左右 小虎因为胃病不舒服 坐在家中的客厅里 他这病已经很长时间了 不过家里没钱 也没办法带他去医院看病 所以小虎一天比一天享受 看到这样的小虎 林木不仅不心疼 而且心中满是怨恨 整天就知道吃 什么也不会干 把发的粮食都给吃没了 害我的几个孩子挨饿 此时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他让三个孩子去外面捡柴火 早上十点 只有林木和小虎在家 他看到小虎还坐在客厅 越看越生气 于是朝小虎走了过去 等丈夫下班 孩子们也回来的时候 厨房里有了丰盛的食材 这些食材一家人吃了三天三夜 林木跟孩子说 这是羊肉 依据林木的供述 仅放在他家附近的地里 找到了一些骨头 村里一些爱看热闹的群众还说 原来 龙战胜了虎呀 事后 林木坐了牢 而天也和孩子 继续在村里生活 后来 他们再婚后生的两个孩子 也因为吃不饱而离开了人世 林木出狱后 到夏阳田丁的一家寺庙出了家 度过了他的下半生 那么今天的案件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多关心 和爱护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对于这两起事件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汤圆 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们下支影片见